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出自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现在分析我们 是他所承认的一切万法 无有自信 远离一体堕体 犹如影响 这样的自虚推理 麦彭仁波切从几个方面来做了分析 第一个是 从他的有法方面做了分析 第二个 从他的推理方面 也就是说 因方面做了分析 因方面做分析的时候 前天大家应该清楚 一个是这种因 自虚因还是因成因 当然自虚因和因成因的差别 我们到时候讲因明 《良力宝藏论》的最后一篇后面也有 实际上我们这个推理的因应应该有二十种 自虚因也有二十种 但是这里面 实际上这些二十种也可以叫做因成因 比如说 从因明的角度来解释的时候 自虚因和因成因有什么差别呢 基本上他的推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诸子是无常的缘故 因成所作 一般因明当中的因成 前面经常加上一个因成什么什么 他在推理的过程当中经常加这个 比如说 我们前面说 一切自他所承认的一切万法 因成无有自性 因为你一体他体骨 犹如影响 所以一般来讲 他在利用论事的时候 也就是说 利用我们推理公事的时候 自虚因大多数都不加什么 因成什么什么的 因成因在因明当中经常加上 因成什么什么 那么这些自虚因 比如说二十种因成因 反过来说 他能不能照应自类的因 不照应同类的因 这方面可能也有很多的分类 这个是我们以后再可以讲 总的来讲 这次我们中观众论当中的 因成因和自虚因 大家应该知道 中观因成派所利用的这种推理 叫做是因成因 那么这个宗派当中 他的比喻和 也就是说推理 因这两者完全是别人的承虚 不是自从所承认的 甚至自己所有的利用和优法 也是不承认的 站在这样的一种观点上 继续对别人发太过 这是中观因成因 然后中观自虚因 自己承认有法 又承认利用 又承认因和比喻 所以这些方面的差别 大家应该清楚 因此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到底是中观因成因 还是自虚因 这个问题已经讲了 然后同时又分析了 我们这里面应用的推理 是真成因利因 还是真成明言因 这一段可能稍微难一点 希望你们也再三地看一下 因为昨天前面 真成因利因和真成明言因 我昨天也再三地讲了 这个推理应该是真成因利因 因为外道和内道之间的 主要的辩论是因利上 但是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 或者对方给我们提出来问题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动到因明的谦语 因明的谦语概念的时候 那就有点点麻烦 因为所有的辩论 所有的魄力 全部在我们性的分别念 去中相的方式来进行魄力的 不可能是对万法的一种自相 我们用鲜亮所见的方式来进行魄力的 所以这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过 一些因明方面的概论 有个别的一些道友 对文思不太重视 以前虽然已经听过 但是他听了以后 觉得这是理论上面的问题 对我修行没有什么啊 一直认为好像修行有一个 相当于人们炒菜的时候有个精乳般的 有一个非常进化的东西 然后理论上对它不施济 这样一来 每一次闻思的时候 他就认为这个是不重要 最后自己的相续当中什么知识都没有 什么都学不到 有这个过失 这样一来恐怕我们每一次遇到一些 比如说种论也好 任何一个宗观讲的时候 遇到的很多问题你当下都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记下来应该是以后在什么时候运用 也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如果你当时就没有 这个对我来讲是可能不重要吧 比如说我们前面实际上也经常遇到过一些 这个名词方面的法相 自相 前语等等 这些每一个问题当下解决的话 那以后什么时候遇到呢 就很方便的 昨天我们最关键的话 希望你们把真诚因理因和真诚明言因 这两个因可能是有些是不是在文字上 解释的时候也是解释不同啊 或者是你自己心里面真正要跟书本上的问题 像结合起来的时候能不能搞懂 这个是可能比较大的问题 总的来说 希望大家在闻思的时候 觉得这个不重要 其他的什么修行很重要 其他别的什么事情很重要 这样的话 这个人的修行是的确没办法有上进的 这个是在修行当中最大的一个违缘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你在学任何一个法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学中观的时候 学的中观不是很重要的 好像这个都是经常是理论方面的 应该就另一个地方可能有个很好的东西啊 然后就是在别的地方寻找一个 这个是最大的一种违缘 有时候 我们默生在对我自己有这种作弄的时候 自己都是根本不发现 这种情况经常在闻思者的相续当中是有的 这个是一个问题 大家应该记住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你在以心意义的学习或者闻思的时候 不要想得多 不要做得多 如果想得很多 做得很多的 当然我们有时候分别量一点也不想的 可能有点困难的 但是不管是世间法也好 还有有些事情 有些人是想得特别多的 就是这个要做 那个要做 然后实际上也是参与这个 参与那个 特别喜欢参与这样的人 这样的话 那么他的闻思也不会成功的 你如果真的要这个闻思的话 当然你这个意念当中有一个发心的话 就是这个你要发心 除了这个以外 最好不管是善事恶事什么方面 最好不要参与很多事情 当然我们语解的一些众生 像我这样的话 真的是有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力气 根本没有这种事件和经历 相看 相研究 这样也是有时候没有这样的 这可能是自己的分别量太多了的原因 所以我想你们有些道友当中 像我这样的分别量特别复杂的 观的现实也相当多的 这个要观 那个要观 最后自己在闻思上面 受到自己的影响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在这几年当中 还是想闻思修行的话 除了我们安排的一些发心以外 别的很多很多的 给这个人要做 给那个人 有时候所认识的人也是很复杂的 然后自己想的也是特别多的 这样一来 在你的闻思上面 可能直接或者间接 这一点看一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有些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的闻思 有些人的真正必要抓的工作 就是导致什么样的呢 应该请求 这方面 我今天也提出两个希望 如果有用的话 希望你们明可于心 没有用的话 当然放弃的话 我也不会生气 我是好心好意提出来的 你们觉得这是一种垃圾桶里面的东西 这样的话 现在垃圾桶都满了 扔在旁边也可以 这样没有什么的 但是有些事情 希望你们自己也犯事 这是一个问题 昨天前面的问题 这几天可能是稍微难一点 但是遇到比较难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推论 公事 这个时候 你一次性不一定懂 你反反复复地 今天要看 明天要看 就是反反复复地看级别以后 然后通过扑道 通过探讨 通过自己的思维 这样以后 逐渐把这个道理会明白的 所以我们有些道友有一种性格 遇到简单的时候 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懂的 这个不用看了 然后遇到难题的时候 这个对我来讲是肯定不懂的 又不看了 总等的东西始终是找不到 好像懂一懂 懂一不懂 这样的话始终是找不到 这是我们个别道友的最大的毛病 但有些人是特别细心的 遇到难题的时候 再生地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然后遇到简单的时候 在简单的教言当中 也是得出了很多很多的教言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 昨天讲的比喻法 应该算是这几天学习里面的内容当中 是比较简单的 昨天显而无自行的比喻 讲到《三摩帝王经》里面 秋季的时候夜晚的岁月 澄清无垢的河中可以显现的 因为很多佛经和一些论典 以前的一些思学家的论典当中 秋天的天空特别的纯洁 在这个上面呈现的月光也极其明显 它射到水里面的月影也是非常好看 这样一来 虽然我们秋季的月影在水里面显现 但实际上 岁月和虚空所取都没有的 一切诸法 我们也是应该这样观 这也是观如幻如梦的一种 显而无自行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下面对颠岛分别次处之比喻的外道 观点稍作波持 因为我们这里的比喻 如同影像 影像大家都知道 镜子里面所显现的 照镜子的时候 镜子里面显现有一些影像 这种显而无自行的影子叫做影像 这个包括外道和佛教徒当中 对这个有一些不太合理的理解 把这些 门婆仑波切在这里做一个分析 史沙派等外道说 眼见如是影响 只是自己的眼光照射到镜面 凡是回来 如此远去自己的面容等 才加利为影响的蜜眼 这是史沙派外道 史沙派外道上面它具体的宗派还会接受的 那么这个外道怎么说的呢 我们眼睛看见镜子当中的影响 实际上只不过自己的眼光 自己眼色的光 照射到镜子里面的时候 然后翻回来 原来我们学物理的时候 光就有反射的一种光 比如说下面放一个墨镜 这样的 然后太阳的光直接接触到墨镜上 然后翻过来 照射到我的眼睛里面有一种光 这个叫做是反光 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我看在镜子里面 有我的身相 有我的身相显现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里面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没有自信的 有自信的一个东西 有什么样的自信呢 我眼睛的光 它就照到镜子里面 它是过去了 过去的时候 眼睛里面的光 就像我们一个人过去了 到了一顶的时候 他翻过来 他也回头一看 回头一看的时候 我看见了它的面容 所以他们也认为 这样的光 不知道眼睛里面的光是什么样 眼睛里面的光 也是不是照射自己的一种 这就是外道的一种说法 他认为 凡是回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怨自己的面容 这个称之为是影响的名言 下面是麦芬仁波琪分析 他们认为 名言当中所谓的影响 只不过是一于看法而匿名的 所谓的影响 只不过是一些我看法不同而已 我在看色法的时候 看面容的时候 这个看的方式和方法不同而已 比如说我在这里 现在我的面容 如果别人看的话 这个叫做是真正的设法 然后我的面容 跑到镜子里面翻回来一看的时候 我就看成为这个叫做影响 所以说 所见或者所看的方式不同而已 一个在镜子里面翻过来显现的 这个叫做是影响 一个坐在这边显现的 这个叫做是真正的设法 所以这两个 只不过是有些看的方式方法方面 有点不同而已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实际上其本体与真实的设法是同体像素的关系 实际上外道所承认的本体 其本体指的是影响的本体 这个镜子里面所显现的影响的本体后 然后真实的设法 真实的我本来的面容 实际上是同体像素 同体像素的话 就像火和火的热心一样 影响和设法有同体像素的关系 当然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但是他们就这样承认的 如果影响和设法同体像素的话 我们以前也学过一些论典吧 比如说影响无有自信那样 我的身体面当中也是应该无有自信 然后影响在小小的镜子里面所显现那样 我的身体也是在小小的镜子里面应该能容纳 当当有很多过失 如果是他们两个同体像素 同体像素的话 那么它的影响和设法两个不可分割 不可分割的话 当然是有这些过失 但这个在这里面没有这样来破的 另一种方式来破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 那么当金面朝向北方舍 不见影响 面朝南方 如此一来设法与影响而在方向相位 有这个过失 比如说你的面容朝南方看 然后金子的面朝北方看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金子里面的色法 金子里面的面容它是往北方看的 然后我原来真正的色法面容往南方看的 这样的话 你说这两个是同体关系的话 一个是朝北看的 一个是朝南看的 这就是所谓的难言不说 根本不可能合理的 你如果是跟我设法的本体 完全是同体关系的话 那么我看东方 影响也要看东方 因为跟我无而无别的缘故 但是你们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这个是方向上的相位 还有一些过失 由于小小的金面 也能出现自己大大的面容 可见量不同 它的量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金子大概一寸的金子里面 然后面容特别大的 有些道友还是面容特别大的 这个可以显现在特别小的金子当中 如果这两个是同体关系的话 那么小小的金子当中 你的面全部都可以在那里出现 但是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 所以说两方面的相位 影响特别小也可以显现 然后真正的面容特别大的话 它不能显现 所以这是量的相位 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影响已经到金中显现 所以位置相依 位置方面也有相位的部分 你这个影响直接跑到金面显现的 但是我的身体还住在 比如说我坐在床上 金子放在门口 但影响在门口显现 但是我在床上一直没有动的话 那么怎么会是跑到门口的金子里面去了呢 这也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也不合理的 所以刚才一个是方向还有它的量 再加上位置吧 这三个方面的相位不合理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时候有些公园啊 这里面的有些湖泊旁边 有山川树林房屋全部都是向上树林的时候 而其影响呢 影响的置也顶峰去倒影水中 那么它的影响完全是在水里面倒影 所以很多摄影家特别喜欢拍这种倒影的相吧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也以前可能特别喜欢拍这些 然后一看见一些活泊里面有颠倒的东西 然后自己的心也是起一种颠倒的分别力 啊 那么好看啊 然后就开始自己拿出照相机 开始一直呸呸呸 因此他们的范围是恰恰相反 整个山林 房屋 悬崖 这些都是往上送你做的 然后你所看见的是倒影 这样的话这也是不合理的 这样一来 去影响的事也去色法的舍 儿者所缘的 去影响的这个事 刚才我看见颠倒的这个事 然后我看见山野倒的 还有树野倒着的这样的 这种取缘的事 然后色法的事 我看见湖泊旁边的真正树林还是顺利者的 那么这两个事 其然不同的 一个是倒着的 一个是利着的 其然不同 如同声色与色色一样 心境各自不相同 那么你执着声音的事 根本不可能执着色法 执着色法的这种事 言识根本不可能 听到耳朵所听到的声音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刚才愿倒影的这种事 根本不可能愿真实的色法 愿真实的色法的事 根本不可能愿什么呢 愿刚才那个湖泊里面倒影的这种影响 所以说 这两个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如果这样的不相同 也是你认为是同体的话 那这是世界上非常可笑的事情了 而取影响的事 并非取自己面容等的真正的色法 这一点我们也无比要清楚 我们取影响的事 只取影响的事 并不是取我面容的事 如果取面容的事的话 我看影响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的眼睛 已经完全能看见我自己的脸 这样的话 那就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是依靠镜子的因缘 在镜子里面所显现的影响 可以说是我的脸起作用的 这两个因缘合合 我们佛教徒也是承认的 但是你千万不能说 我看见影响的时候 这个影响就是我的脸 那就是非常不合理了 这以上刚才外道派 也就是司察派的观点已经破了 下面就是说 此外 幽博论师发表看法说 影响是尽当之中出现的一种极其清净的其他色法 这个好像可能幽博当中有这么一个宗派吧 但我们俱舍论当中好像没有 俱舍论当中按照幽博的观点来驳斥的时候 就像下面的观点那样 这个也可能有时有 但是我们去年学俱舍论的时候 什么清净印象不成立 有一个颂词当中 所谓的清净的印象 也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那么它根本不承认为是真正的色法 如果印象是色法 有如何如何的过失 在俱舍论 姿势里面也是有 然后俱舍论 颂词当中也有 还有其他的讲义里面也记得应该有的 所以说俱舍论当中 俱舍论最好不要忘 不然的话 我们不学什么 光是念一个观音心咒 闭之眼睛咒的话 这些学问统统都不要 中观也不要 大圆满也不用 什么都不要 但是你真的要一方面想弘化理生 一方面自己对释迦牟尼佛的身光的法门 身光的教法真正要生起不退转的定解 所学过的这些知识是非常珍贵的 尽量有时候看一看 你学完了以后 人在很远的地方 这样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这些法本我觉得还是非常珍贵 希望你们还是以前所学过的东西也好 现在也好 未来也好 有些法本真是非常难得 以后能不能找到这样也是非常困难 下面就是说 刘布宗的有些论师说 所谓的印象实际上是一个清净的其他的设法 其他的设法 他认为他是一种设法 真正的一种设法 但是这个是不合理的 并非如此 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设法未成的自信 而一切设法相互不能不障碍 共同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上 对 如果你们承认所谓的印象 也是一个设法的这种未成吧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设法的未成和 还有另一个设法的未成 他们两个不可能互相不障碍 他的这个位置 如果一个在的时候 不可能另一个在 就像我们经堂里面的两个道友 一个位置上 一个做完了以后 那么不可能另一个来了以后 也跟他融入着一起 变成道友 不可能这样的 如果是真正的设法 那么这个镜子原来不是它有一个设法的位置 然后印象来的时候也是原来的位置 要么镜子的设法就赶出去了 或者镜子和刚才印象的设法两个 变成无二无别 互相抢了他的位置 但是这两个设法在同一个位置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境的意思指的是这两个设法 刚才那个印象和原来原有的设法 这两者互觉相为而存 这两个是互觉相为的方式存在的意思 互觉关系本来我们音名当中 叫互觉相为和不并存相为 比如说互觉相为 长啊 无长啊 它的饭品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 不并存相为的话呢 不并存相为应该寒冷和热心吧 这样也可以 不并存相为还有直接相为和间接相为吧 这个我们到时候讲一名 《量力宝藏论》的七品当中应该有的 但是它这里的互觉相为实际上就是说 一个存在的本体上另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诸子的位置上 那么诸子它的位置上 评子也是跟他同样的位置上占位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个是互觉相为的方式而存在 否则就必须承认他们占据同一个位置 变成相互不可分割 融为一体的自性了 或者有这个过失就是 瓶子就是瓶子 瓶子就是瓶子 或者刚才 影响就是这个镜子 镜子就是影响 有这种过失了 此处由于影响能在镜子等表面方位被见到 但是我们在这里在镜子等表面上可以看到影响 结果影响也成了色法了 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 影响也应该成了色法了 倘若如此 这两种色法 刚才镜子和影响 又怎么能处于同一个位置上呢 就像是两个瓶子不可能占据一个瓶子的位置上 根本不可能 这样你们所承认的所谓的影响 承认为是一个清净的 色法的有不同的观点 非常不合理的 应该这样理解 如果对方说 此因是不一定的 如果对方给我们编导说 那么这种推理不一定 刚才两个物体不可能是 护举的方式来并存 这样说的 但对方说这个道理不一定的 因为风与阎光等 它说以风和阎光来可以说明 比如说 阎光实际上按照俱世论 这些观点 它也是一种色法 然后我们地顺和风四大里面的风 实际上也是一种色法 他们认为 所谓的风正在吹动的时候 它也是有它的微尘 风的微尘 然后阎光 阎光有阎光的微尘 但是这两个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微尘的位置上 因为它轻飘飘的 也就是说阎光 它随着风的波动 在这样的时候 它认为 阎光即是风 阎光有这么一个情况 它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如果你刚才说两个微尘 居住在一起的时候 要么无二无别 要么另外一个派出去 这种推理不一定的 对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就破除这种观点 其实不然 风月 阎光等所有的微尘 虽说可以与其他色法 虽然你说风和阎光合而为一 你可以这样 说是可以这样说 但实际上像灰尘业 藏霸的分一样混在一起 但由于对境是护掘相位的方式存在 而绝不可能是变成一体的 比如说我们藏霸和灰尘 这两个倒在一起 表面上看来都是全部合在一起 我们认为这两个应该是在一个位置的地位 另一个位置也在站着 两个都是完全合在一起了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真正详细地分析 里面有藏霸的灰尘 里面有灰的灰尘 它各站坐在各的位置上 不可能是藏霸融入到灰尘的灰尘当中 然后灰尘融入到藏霸的灰尘当中 这是不可能 有时候我们没有详细观察的时候 眼光也是射在我们桌子上 桌子上有很多灰尘的时候 认为灰尘和眼光变成无二无别了 有这种想法 但实际上 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眼神 不能真正地看出来 如果真正用什么望远镜 那个望远镜翻过来看的时候 看得特别清楚 那天我们在山上 然后我把望远镜翻过来 给一个小楠 看前面有个小虫 翻过来看的时候 那个小虫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它一下子吓得不得了 哇 就变哭起来了 他看到那个小虫 所以我们如果是 像这种方式来 望远镜翻过来看 微尘或者藏霸 它两个不同的颜色 两个不同的颜色合在一起 表面上看来 这两个是全部融入一体的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的 所以你们若是所谓的影响和镜子 两个融入一体的这种观点 根本不合理的 因此所谓的影响 应该是一种显而无子性的 在明言当中跟色法有一定的差别 当然从生意当中什么都不成立 但是明言当中 因为这种比喻他们也要承认 他们也要承认的话 跟色法完全不相同的 明言当中也是虽然显现 但是一点也是没有本质的 这个必须要成立 如果没有成立的话 我们的比喻自他都不能公认了 有这个过失 所以他这里有关有不宗的观点已经折破了 可见如果对于四大排语有不宗 影响只为色法的这一观点没有推翻 那么按理具有所理与能理二法的比喻影响 就不成立了 按照对方所承认的话 能理也是显而无子性的 所理也是显而无子性的 我们现在一切万法无有自性 原理一体多体的 一体多体是能理嘛 然后前面的立宗无有自性 那么这两个全部都 无有自性和一体多体 这两个都有影响的比喻来本来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别人的观点没有成立的话 色法就是色法 如同色法一样 这样说的话 根本不能成立的 这个比喻应该是他公认的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上面的四大排和有不宗的观点 把承认为色法的观点一定要推翻 如果这个没有推翻到的话 那么不能自他成为工人的一种比喻了 因而必须要先破戏 再说 承许影响为诗的进步众等论识 也这样说的 下面破进步众的观点 进步众认为 镜子里面的这种影响 不是什么外景上真正存在的 它是一种诗的形象 我们演诗的一种形象 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只是凭借有识法不可思议的供用力 加上镜子的违缘 因为一切有识法他认为有不可思议的供用力 每一个法都有不可思议的供用力 一切法不可思议的供用力加上外面镜子的违缘 镜子也作为一种因缘 然后这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由是本身产生相为那一影响的形象罢了 我们自己的眼睛 看刚才不可思议的供用力 和镜子的因缘 让我们自己的眼视 已经变成了影响了 所谓的影响 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眼视不同的一种形象 我的眼视在那边飘舞 实际上不是外面真正存在有一种所谓的影响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只不过是我的眼视的一种幻变 镜子宗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们下面也应该播出 播出 既然称虚此影响 实际上是无有对境 而由视而显现的 你们承认是这个所谓的影响没有对境 就是自己的眼视可以显现的 那么为什么不承认 所需的思法等真实的法也是无有对境的同时显现呢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是 外面的所有万事万物的这种法 这也是没有尽的情况下呢 为什么不显现呢 就是问你们 他这里这个道理完全是同意的 因为你们承许 思法与影响二者的显现同样是形象之骨 因为你们进不中的话就是承认 承认什么呢 你们承认是所谓的外境也是一种事的形象 所谓的影响也是一种事的形象 这两个他们自己也会这样承认的 你们既然这样承认的话 所谓的影响不存在那样外面所有的外境也是 为什么不承认不存在呢 但是这一点是不敢承认的 因为经不中他唯一的观点就是承认外境 我们去年讲居舍论的时候大家也应该清楚 出学的有些居舍论这样的话 听一次都是能不能记得到 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们现在真正佛经要闻思的时候 一方面隐明的知识也要懂的 居舍论的知识也要懂的 当然密宗和宗观和一些般若 这些论典肯定要懂 就像一个人出国的话 这里也要办熟悉 哪里也要办熟悉 这里也要签证 这里要签证 很麻烦的 因此我们真正要通达佛多的教言 还是方方面面的知识很必要的 有些认为只通达一个就可以 自己也认为是智者 所谓的智者并不是这样的 所谓的智者什么法都懂 这一点应该称之为智者 我们这里有些个别的道友自己认为智者 只有一门稍微懂一点就认为 然后其他什么都不学 什么都 这样也可能是个毛病 也不太好 应该遇到什么样的知识都还是能接受 知识非常重要 刚才就是这样讲的 这是俱舍论当中也这样讲 所以你们自己进步中的观点也是相偉的 智者如果不存在 这也不合理的 假设对方认为 印象作为能指点形象的对境是不合理的 他说 印象如果作为一个 能指点形象的对境是不合理的 由于印象本身不可能成立 因而对境却不存在唯一的事 对方给我们提出来这样的 他说 如果是真正的外境的话 他指点形象的有一个东西 隐藏的方式来存在 经步中是这样认为的 他这个是合理的 可是印象他自己的本体都不可能成立的 因此他有外境的这种形象是不可能的 只有是的一种形象 外境不相同的 因为那天我们也讲了 经步中的话 他认为我们看见柱子的时候 柱子的背后 也就是说柱子的隐藏部分 他指点形象的有一个东西存在 那么他的形象我们看见的 真正的外境我们看不见的 他们这样认为的 他们认为是印象不相同的 印象没有这个作用 这样认为的 下面我们破他们 倘若如此 则依靠婆媳未成 也不能成立当索取的历程 便可推翻你们所承认的 能指点出形象的对境 也就是说 刚才那个外境存在吧 外境中存在的这种设法 全部可以推中 就像我们《宗观》当中也有 还有像《成绩宝珠论》 还有《释量论》 《释量论》当中的话 外境的未成根本不可能成立 这是通过这个例证 通过六种未成的例证来继续推翻 继续推翻的时候 你们的真正的外境 也就是说 指点出形象的所谓的外境 全部都可以跟印象没有任何差别 全部可以剖析 那么结果 色法与印象都是无有任何差别 所以他这种推理方法 将心部众所承认的外境的事由 完全已经推翻了 这样一来 外境跟印象从这个角度 不存在的角度来讲 根本没有任何差别 同理 幻术 梦境 延延 形象 诚 玄火论等比喻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 现实有现现 但是真正想起观察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成立 关于这个问题 通知取母派 这是一个外道 非常聪明 而且他们表面上看来还是很有理智的 他们通知取母派 他们外道这样承认的 幻术等并非不正舍 他们认为所有的幻化 莫术 这些幻化 幻术 听说这次舍到先行的时候 也是专门有一种马术队 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 一边塞马 一边有种种动作 很多以前藏民根本没有看过的人 觉得特别特别的精彩 很多道友这些都是看过了 只不过是很精彩 现在一说精彩的话 你们可能后悔 这是真实的 有些人认为幻术 但我们这个魔术经常看得到 这次好像没有听到有魔术杂技 好像没有吧 他们那个先行的时候 昨天就已经闭幕结束了 昨天晚上开了一个温宴晚会 听说已经结束了 请说舅母那边好像几个已经点名了 那么这边不知道好像没有吧 但观家们经常在这个讯论 到底是对立块取名为幻术 说他能如是显现的事呢 他这里说幻术并不是不真实的 意思是认为幻术也是真正存在 到底立块取名为幻术 还是他能显现的事呢 真正立块取名为幻术 还是我们看见幻术的延世也称为幻化 如果按照第一个 也就是说刚才立块当 立块当显然是设法 如果依照后面的答案 也就是这个事的本体 结果无论如何不能成立幻变马像等不存在 他们认为比如说幻化是编出一个马或者像 这些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为什么真实存在呢 因为幻化现象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立块当这些幻化的涌具显现的 那么这样幻化的立块当当这些也是实有的东西 还有一个可能我看见那个大象这些的话 就是我的眼睛看见的 这样的话我的眼睛是实有的 所以说幻化应该是实有的 对方给我们提出来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取目派是这样的 结果无论如何马像并不是不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他这样认为 同样作为硬的死或者死都有存在 因此梦境当一概不能充当无实的比喻 他们认为 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 实际上做梦的事就是梦境的运 当然真正的舍法的运都可能是没有的 梦境一般移民当中也这样的 中观当中也是这样的 做梦的时候 他的根本运应应该是迷乱的意思 真正的舍法 他这里的舍法是不是严根的意思呢 就是他这里这样说的作为硬的舍法 或者是都是存在的 因此做梦当一概 也是不能充当比喻 你不能说如梦 如幻 如幻树 如影像 这些不能 这些都是实有的 因此我们前面说一切诸法是无有自信 利益多应 如影像 如梦幻 如幻树 这些都不能说 幻树是实有的 然后梦境是实有的 所以外道的观点也比较特殊吧 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实有的 这种论调也是最不合理的 关于如实幻无的显现 不管承许有相显为实的形象 还是承许无相直接了知对境的宗派 无论是有相派还是无相派 他这里有相派有实的这种形象 无相派根本不承认有一种形象的宗派 无论是你们这个外道是有相派的角度也好 无相派的角度也好 一类是实面前如实显现的所缘极上安理的 刚才这个幻化就是所缘的外极上面安理的 并不是你的掩饰上面安理为幻化 也并不是他印的石块 木头这些方面来掩饰的 这不叫幻化 谁叫幻化 放电影的那个人是谁叫那个人叫电影显现了 看见那个人的时候看见电影不可能的 然后自己的掩饰 如果是电影 如果是幻化的话 那么每个人都有眼 不用到舌达去看 这样都是没有必要的 自己有掩饰就已经可以了 一类都是实面前如实显现的所缘 尽上安理的 全部都是我们在掩饰面前的外景的幻化显现 叫做幻化 而并不是仅仅在他的印上幻化等来安理为显现的 并不是在他的印来叫做幻化 不是这样的 原因是 如果仅仅在印上安理 那么眼根等也是印了 所以他们也应该印成幻化了 有眼睛的人不用到那边去看幻化了 你有眼睛的缘故 因为印就是幻化了 印就是幻化的话 那你有这个眼根就可以了 不用去看了 印与所缘是完全分开的 成为幻化等之印的色法与实虽然已经存在 但是并不是他作为比喻的 我们在这里也是一切如法不成立 如幻化 如什么印象的话 不是做你的眼根 或者你的来源的色法 这些并不是作为比喻的 比如说 尽管另一块已经具备 但如果尚未见到马和大象等等 尼图根本不会称之为幻变的现现 也不能作为这里的比喻 而当另一块本身被见为象马是 方能命为是幻物 并且可以充当这里的比喻 这些比较好动 一般来说 由于外境与形式 这两者本来就成立为无视 一般来讲 外境和形式 这两者都是从印里来观察的时候 两个都是应该成立为没有任何尸体的 故而单单依靠所谓的印 真实不足以建立其真实性 依靠他的印根本不可能建立他的真实存在 不可能成立 即便暂且让你们承许所谓的印的色法与实有 那么我们反过来说 即便你们所承认的所谓的什么严根 这些色法 以及你的眼神实有的话 但幻属本身的确是假的 根本无法成为实有的 所以说 你们外道虽然承认是你的什么严根 你的利快 这些都是实有的 这时候我们也是承认的 这个是一个实有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叫幻化的 这个叫幻化的话 世间人的任何人也是不可能这样承认的 譬如 尽管眼睛被魔术迷惑 但作为明明知晓魔术的人 面对面前呈现的幻属景物 绝不会生起一丝一毫相貌等真实存在的执着 你的眼睛被迷惑的话 明明知道这个魔术的人 他做出来的 然后呈现的这些幻物实在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产生 外面真正有一个特别好的猫 特别好的大象 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执着 绝不会因为因着利快 或者是岩石以及魔术色等 洋洋具备而持有幻化 也是真实的念头 你如果把利快 岩石 魔术色这些具足 但是电影或者外面的幻属根本没有放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可能生起 现在我们已经电影看见了 你看电影的机子放在这里了 已经可以了 我们就不用看了 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说明所谓的幻属 他们得出来的果 即使他们利快这些是真实存在的话 你不能代表外面显现的幻化 所以你这些石油不能代表外境的幻化石油 所以所远近幻属 本身在当时当地 似乎的的确确存在 然而对于了知 思想而不成立者来说 你刚才这个幻属当下 好像真正存在的 但是你了知这个石而现 不成立者来说 可当作比喻 因此比喻并非不成立 这里的比喻是完全成立的 而且它也并不是石油的话 这以上是明明白该的 温习 阐述了知识 中观《庄严论知识》当中 上面的推理基本上是讲了一些 但是没有明明白白地讲 麦彭仁波切这里 已经明明白白地分析了 也阐述了上面 比喻其中所说的内容 好 讲到这里了 提出两个文答题 请教证说明 通达一切万法 显而无自行道理的比喻 外道 近步 右步 各总派所承许的影响是什么 请坚密恶妖的语言来推翻他们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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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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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